专注于带来篮球场上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是欧锦赛的第六个比赛日 一些球队已经提前锁定了16场名额 而那些NBA的超级巨星们 均带队取胜且刷出了非常漂亮的数据 首先是上一场比赛不在状态 三分线外只有八头零步的冬季前 在今天对战同组第一德国队的比赛中 一开场就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进攻欲望 数次突入禁区,强大篮下 显得极其强硬 而在中距离和三分线外 他也逐渐找到了手感 全场卢卡25投14中 三分就八头二中 砍下了32分10篮板4助攻 帮助斯洛维尼亚立刻得国 赛后斯洛维尼亚在地主和德国战绩持平 都为三胜一负 至于地主的塞尔维亚又在约老师的率领下 拿下一场较为轻轻的胜利 以89比78战胜以色列 角组赛保持不败 约迪奇在比赛中还是闲停信步 打得不紧不慢 但是杀伤力极强 全场13都11中 三分就一投一中 以色列内战和约迪奇比起来 无论在身材技术还是球伤上 实在差不太远 而约老师整个小组赛看起来还没怎么发力 塞尔维亚就已经锁定小组投名出现了 另外一支保持全胜的则是希腊队 上一场休战的字母哥本场复出 打赛前和希腊同为三胜零负的乌克兰队 字母哥就像一只脱缰的野兽一样 要在球场上把昨天积攒的能量全部爆发出来 本场比赛字母18投13中 发球18发15中 红下41分9篮板两助攻 率队以99比79 狂胜乌克兰 其中41分是欧锦赛历史第二高的得分 第一高的则是德国战车诺维斯基 在2001年砍下了43分 比赛中字母哥的一记 金鸡独立式的后仰跳投 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表现不愧为NBA2K23中 名利值最高的男人 截止这本轮 本届欧锦赛已经有12支球队 锁定了16枪名额 下一轮将会确定最后的4个名额 和各支球队在淘汰赛中的席次和对阵 兄弟们在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